其实以色列我想现在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是有一套完整的军事入侵的计划 这个军事计划看起来做的是蛮缜密的 它就是说它的军事目标很清楚 就是要铲平加萨走廊的哈马斯 让哈马斯所有都变成死人 不管你有一万人或两万人 它是全部歼灭 一个都不留 不管你是在地道里面 还是在建筑物里面 还是你在坑道里面 还是这种载体里面 它都要把你消灭掉 那这个是一个军事目标的设定 然后它执行步骤也很清楚 就是先轰炸 无差别轰炸 第二个就是把这个平民把它赶走 那第三个就是饥饿战法 把你围困住以后 不给你水 不给你电 不给你粮食 不给你医药 然后再接上 再接下来就是说 等轰炸到一个程度以后 这些一般平民被赶走到一定程度以后 那加薩地区的基础设施 不管是水电交通什么 全部都给你瘫痪以后 然后地面部队就进去 从过去5000看起来 这个地面部队进去 也是从军事的这个角度上来 它是非常有步骤的 非常谨慎的 它刚开始都是夜间进入 然后小部队进去 然后用碳试探的方式 不但试探哈马斯的战斗能力 跟他的防御公司做得如何 所以在经过这四五天的过程里面 渐渐他已经推进到城市的边缘 那在过去五天里面 那么以色列的空军 对于加薩走廊的轰炸 比过去还要提升很多 等于是数千 两千顿 有人说是差不多两千顿的炸药 都已经投进去了 而且还是无差别的攻击 那么现在就是说 加薩走廊里面有两所医院 那么一所医院里面 大概差不多有一万人 另外一个一所医院里面 有三万人 不是都是病患 很多都是什么无家可归的 寻求庇护的躲在医院里面 因为照国际法的话 这个任何的战争 两个地方不能打 一个是医院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学校 那学校当然老早就无法幸免了 那么现在医院还有两个医院 以色列也已经在警告这两个医院 不断的警告这两个医院 这些人要炸这两个医院 因为他们认为 哈马斯的军事基地 都是在医院的下面 那他们现在用的砖地弹 以他的这个能量的话 大概都可以砖到30公尺 当然还有更大的 可以砖得更深的 听说美国现在还没有提供 所以大概砖30公尺的炸弹 现在他们已经在普遍的运用 我想他的军事目标 就是要彻底瘫痪 哈马斯的这个反抗的能力 让他的地面部队以后进去以后 梦中捉鳖 把这些整个的 他这个盘踞在加萨走廊几十年 以色列视为心腹大患的哈马斯 完全从根解决 所以这就是他的目标 会不会改变呢 应该是不会改变 因为联合国已经也不能发生作用了 那么国际组织也不能发生作用了 然后呢事实上阿拉伯国家开了很多次会 到现在也莫中一世 拿不出办法出来 那么伊朗他从军事力量的角度上 看起来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 所以我想以色列在美国的军事的 完全的支持下面 不管是防空 不管是这个水面 不管是地面 美国以他最现代化 最现代化的武器 跟最好装备的部队 事实上帮以色列 阻挡住任何国家可能的军事介入 那么让以色列可以放开手 那么在加萨走廊 在未来 在过去的三个礼拜 已经是完全放手打 那么接下来我显示的 还会进入到加萨以后 还会打得更彻底 更激烈 列塔尼亚胡宣布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那就是地面战的开始了 地面战当然也会配合他的第二阶段 就是空袭的战争 是不会停止的 也就是一方面轰炸 二方面部队继续稳步地推进去 但是以色列目前的评估出了问题了 他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放言高论 说我一个月打下来 现在看起来一个月打不下来 因为已经快一个月了 现在已经是10月31号了 接着他又修正了 说我三个月打下来 那现在又修正了 六个月打下来 所以会不会再往后演 这我们也在观察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目前的这个阶段打的是很谨慎 很保守 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对于哈马斯到底保存多少战力 不知道 没把握 对于这个哈马斯所经营 二十年之久的地下的隧道 情况到底怎么样 不清楚 不知道 目前传出来都是几百公里 而且那是钢筋混泥土 有的是比较简易 有的是很完整的 有的是很狭窄 有的是很宽敞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是发现 哈马斯有能力 把火箭弹推出来 抬到地面上 发射完了以后 又往地下钻 就不见了 这样的一个情形 也就是说 哈马斯还是有能力去反击 那为什么 所以这个对以色列来说的话 那情况都不十分明白 还没有进入 加上这个大城市 还在周边打 进入了以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遭遇 也不清楚 损伤会有多大 也不清楚 目前已经传出 以色列有被打死的 那以色列一直强调 他们打死哈马斯人更多 但是以色列军人已经有开始 陆陆续续被打死了 我们目前可以判断的是 以色列不敢进入地下隧道打 既然不敢进入地下隧道打 因为以色列只要进入地下隧道 他完全没有优势 既然不敢进入地下隧道打 那这个战争要怎么打法 你打一个地数 你要怎么打法 所以原来传出用毒气 可是这违反联合国 然后传出用毒水 这也违反战争法 后来用钻地站 可是钻地站对于几百公里 各位观众朋友想想 台北到高雄 四百多公里 这么长的密密麻麻的隧道 你钻地站要钻多少 然后后来他们想到一个办法 可不可以用海水来淹没 这个也不确定 因为当你要把海水 引进隧道的时候 你这个海水的抽续 要带引进来 那会不会被攻击 也不清楚 所以哈马斯的这个战力 到底被摧毁到多少 以色列都没有把握的情形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以色列一直在吹嘘 说它已经有进展 我们同意 那是第一步的进展 还没有进入城镇里面 尤其大城市的这种 一寸一寸打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地面战 以色列到底要打多久 我们要拭目以待 要看哈马斯的整个力量 被摧毁到什么程度 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整个金融 面临金融的挑战越来越大 最主要还是 我认为是国际收支上面 还有就是人民币的需求 越来越大 那你怎么样让国际 就是说中国以外的 各国拥有的人民币 它有更多的流通性 跟它的投资工具 这个部分的话 就变成中国大陆一大挑战 因为现在其实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大陆一直讲的是说 用本币交换 用本币交换 可是现在事实上的话 就是说面临的一个 就是说每个国 对美元的信心 快速下降 他们在急需 再找一个新的 这个好 所谓的保值也好 可以获利也好 然后可以交易的 一个货币工具 那人民币显然是 大家比较看好的 你可以看海湾地区国家 它这个主权基金 现在纷纷 把他们的一些投资 到香港来 到香港的话 他当然把香港 当作一个窗口 他还最希望 他的这个资金 能够投资的地方 还是在中国大陆 那这个地方就变成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 整个的金融政策 尤其是国际面向金融政策 就面临要快速的开放跟调整 要让整个这个国际社会 能够熟悉 使用这个人民币 作为不管是储备货币也好 或者不管是交易货币也好 那你做储备的时候 你要有足够的 足够的投资工具 要不然你这货币 你不可能是把它放银行里面 拿利息 你要有一些国债也好 或者说延伸性商品 这种货币是延伸性商品 那这个显然看起来 人民币的这些方面的这些 这个市场化的一些同资工具 还是非常有限 那这些部分的话 就是对中国大陆人民币 应该是一个商机 怎么让调整 我觉得这是中国大陆 可能未来十年里面 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 而且在美国对中国大陆 快速的这种 这种敌对的态势之下 不减反正的之下 中国大陆现在在美国 美国人手上控制的资产 比当时俄罗斯 在美国人控制的资产 还要大得多 你光美国的债券 就有八千多亿 那美国有学者曾经说 中国大陆跟我们这些 都不搞公平贸易 他这个贸易都是不公平的贸易 让我们谋受极大的损失 我们应该把他的债券 把美国 中国大陆买给我们 买我们所有的债券 我们通通充公 也就是说 你这个资产 我通通给你没收 为什么 因为你跟我实行不公平贸易 美国有学者就这样讲 你说美国做得不做得到 以前人家不相信 美国会这样做 俄乌战争以后 俄罗斯的资产 全部被美国人冻结 所以现在美国这个国家 可能军事工具 在达成它的目标上 已经不够的时候 它可能会用金融工具 如果说还有大批的美元 掌握在美国的手里的话 就是说安全性跟可靠性 都是值得怀疑的 这样的一个工业制造大国 贸易大国 赚的外汇当然很多 但是一直向美国政府买工债 去赚那个安全稳定 但是利息不高的 这些工债的利率 这个就是金融管理局 他们的相关人员的怠惰 因为觉得最安全最稳定 然后赚那么一点钱 可是问题是当 从川普一直到拜登 这快八年来 一直不断地去打压修理中国大陆 然后你还继续拥有美债 这个简直是可笑的事 等于是你一直借钱给美国 美国政府拿了你的钱 然后去制造武器弹药 然后一直不断地修理你 一直不断地打压你 一直不断地给你搞经济战 贸易战 科技战 军事战 外交战 每天修理你 你还去拥有美国政府的公债 这就是荒唐的事情 所以当然要一直卖 要一直卖 因为不需要拥有那么多的 美国政府的公债 赚那么一点安全稳定的钱 不合理 那当然就要把这个钱换为黄金 让自己的黄金的储量够大 因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经济体质会越来越大 不会越来越小 的这个情形下的话 你黄金的储量跟美国的储存量 跟俄罗斯的储存量比起来太小了 所以当然要继续买 而且要不停地买 要一直买下去 这个是一个必然要走的路 因为金本位的这个系统 还是有它的一定的可靠性 跟稳定性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然走的路 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 碰到什么问题 在去年到今年 俄乌的冲突以后 油价一直高涨 天然气价一直高涨 但是俄罗斯提供给中国大陆的油价 天然气价没有上涨了 因为它给眼东的油价 天然气价跟给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 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大陆的物价并没有上来 而整个欧洲 美国的通货都快膨胀了 都已经到很严重的地步 甚至高达9 英国都高达10了 而中国大陆的物价控制在2% 2% 3% 如此健康的一个情形下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看到 等到美国开始升息以后 这些中小型的国家跟着美国升息 跟着美国升息以后 他们陷入了经济的衰退 然后欧洲国家也好 台湾也好 或者是你看到韩国也好 都在升息的心理下 限度衰退是购买力小了 你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工业制造国 往外卖的就开始卖不动了 因为他们经济一直在衰退 购买力小 你开始卖不动 卖不动的时候 你的经济开始出现了 这种萧条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你的物价没有上来 但是你的经济的交易在减少了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它现在要活化的是什么 要活化的是 你看大陆是反向 美元在升息 大陆在降息 在降息 希望再把皇地产再热一下 希望再把国内的消费市场再热一下 原因在哪里 大陆的居民的储存数太高了 钱存太多了 不敢花 为什么不敢花 就是对未来的就业没有把握 所以对大陆来说 现在要怎么样热活经济 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到央行去 就是怎么把经济搞热 现在没有人能够拦住纳坦雅胡那一只手 纳坦雅胡一定要把这个哈马斯消灭 他才有办法挽回颜面 他才有办法挽回他的政治地位 在他考量他的政治地位 以及现在以色列内部几乎全部都是极右派当道 要停住这场战场上 只有美国能够施加庞大的压力 但是拜登为了他自己竞选连任 他也不可能对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 所以只能剩下祈祷 至于所谓的其他的老弱妇孺 本来以色列美国可以做得更漂亮 他很蠢很笨 你想想看说俄乌战争在打的时候 马尼乌坡尔的城镇站开打 这个时候他都还允许世界各国的一些团体 包括联合国的 可以一步一步的把游览车开到战场去 把老弱妇孺接走 我们就问一个简单问题 对你美国的国力接走这三四十万人 有困难吗 一点难题都没有 你接的人你可以接到 以色列也可以接到什么 那个南部的巴勒斯坦 甚至也可以接到埃及 只要你美国画下承诺 说不会让他们久留在西奈半岛 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你美国什么都不做 你只是把钱拿给以色列继续打 为什么不拨一部分的钱出来 把老弱妇孺撤走呢 就像俄乌战争一样 老弱妇孺撤走了以后 你们的臭男人爱怎么打 水里面变嘛 对不对 打到马里乌坡尔 全部废西也没有人理你 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一个基本的标准 你现在以这个所谓的 这个加上北部的人没有撤走 表示他们是亲哈马斯的 这什么歪论 老弱妇孺在战争中是很无助 而且又没有足够的讯息的 这个时候就是要国际来帮忙 但你如果美国不要求 以色列停战个几天 像上一次俄乌战争 马里乌坡尔的撤退的时候 至少俄罗斯刚开始 跟乌克兰讲好三天休战 把人撤走 后来加到五天 那五天也撤走了好几万人 你加上走廊更容易 撤的时候更平坦 不像说马里乌坡 还有个海卡在那边 你都没有 那为什么不撤呢 那你不撤了一段的轰炸 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是觉得以色列在这里 犯下了一个政治策略上 很大很大的错误 会让人家觉得 你根本就想要做种族媚决 而不是要推翻哈马斯政权 你只推翻哈马斯政权 大概国际上的争论 是不会那么大 就是今天你用那种 很古老的围城战 那种古老的围城战 在现代社会里面 是已经不被允许了 我不晓得你美国 到底想通了没有 所以美国很多的基地 被袭击 那个影响不了美军的基地 美军既然防卫力量太强了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一想过 其他更高道德位阶的一个思考 伊朗也不用讲风凉话 伊朗你们最有实力 最靠近 可以实际上派出武装部队 什么东西 给以色列施加压力 可是你们怕美国 你们也不敢打这样战争 所以周边国家 没有人愿意施以援手 其他更远的国家 当然帮不上忙 中国远在天边 俄罗斯远在北边 谁能够帮得上这一场忙 那你美国 你拜登总统不能只想到自己连任吧 要惩罚哈马斯国际上 大概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意见 理由在哪里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人为哈马斯讲一句话 都是为巴勒斯坦的老弱妇孺讲话 那这个你没有看到 难道你没有能力做区隔吗 连俄罗斯都可以区隔平民 以这个军人 然后乌克兰也能区隔 为什么你以色列跟美国不能区隔 这一点在人类战争史上 一定会成为你拜登跟内坛亚弗 很大很大的缺点 那内坛亚弗反正就已经满手脏兮兮了 也不差这一点 那你拜登呢 堂堂的美国总统 你不是那些阿里不搭的国家 那你要把自己美国的招牌给砸了 那我请问你 你们美国还有什么颜面 在这个世界上称霸呢 以色列在这方面 确实没有精准的情报 因为之前以色列还高深的说 它一个月内解决这个加沙地区 后来现在延到三个月 现在又延到说六个月才能够打下来 我估计六个月可能都打不下来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们当初都说 你看我第一波 我就炸死了多少个 几千个哈马斯的军人 现在经过几次的火力侦查了以后 他们都被退回来 他们就发现说 哈马斯的武装力量保存的 蛮完整的 而且机动性还很大 也就是说 他从南方去试探攻击 结果被打回来 从中部试探攻击又被打回来 所以他这次就只能从北部里面往南打 这样的一个情形 可是他是从北部一直到整个西部 全部是包围的 到南部是全部包围的 结果呢 他现在的情况就只能从北往南打的 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 他现在面临一些困局 那现在目前又来指控说 是因为这些救护车本身 可能会装有哈马斯 其实哈马斯移动的 很大部分是在地下隧道 所以他才能够保存 他的足够的站立 因为目前传出来的地下隧道 是几百公里长 密密麻麻的 而且已经经过20年的修整 有的已经是用钢筋混泥土 在底下60米 30米都有 这样的一个情形 而且他的打法 哈马斯的打法是 把弹药运送 把火箭弹运送到 他们要准备的发射点 拉上台 打完了以后人就跑掉了 就整个又进入隧道 又跑掉了 所以那个地方被以色列发现在轰炸的时候 他们已经跑掉了 所以没有造成大量的死亡 那你想 这些哈马斯怎么会躲在医院 躲在这些救护车里面 让你去轰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以色列在这个部分很难说出来 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在 10月7号 8号 那时候爆发重大的冲突 我们在做评论的时候 那时候以色列 后来下令北加沙地区的人 必须要往南走 要在加沙河以南 他说加沙河以北的人 全部要往南走 那个时候估计有100多万人 要往南迁 可是我们就发现说 奇怪他怎么还在炸南方 那时候我在评论中 我们就说他以色列的战略目的 可能就是要把这些人 往这个西奈半岛逼 往这个西奈半岛逼 这样的情形就造成 这个整个人往西奈半岛 那这样的话 他可以跟哈马斯 进行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作战 那这个策略 其实埃及也看得很清楚 其实这个阿巴斯 也就是这个法塔 就是约旦和西岸的 这个政府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法塔就规定要求 说没有理由加沙人 要离开加沙 埃及也这么说 后来我们看到 连桑特也出来说 没有理由要离开的时候 那这个处地 因为他们担心被以色列占领 其实拜登也看出来 拜登自己也说 以色列你不准占领 加沙这个地区 那现在果然 这个文件泄露出来的时候 就等于是他们初步 有这么一个作战计划 现在这个作战计划不行了 不可行了 所以才胎死互忠 就走一半 不能够再走了 那就换另外一个打法 换另外一个打法 就是现在这个打法 所谓的空袭第二阶段 现在进入第三阶段 这个地面战了 地面战打得很艰难 所以打得一寸一寸打 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一般估计 以色列人可能不敢进入地下隧道 打地下隧道战 这个禁令 其实就是你不要继续排核污水 你现在下个月又要开始第三批的核污水 每一批7800公顿 这是一个很大量的一个数字 可是即使如此 你还要排30年 因为你要把现在核污水混成 这个冲淡了以后 然后过滤才要排 可是你过滤过滤不干净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不去解决问题 说我就暂时不排 因为不管什么核污水 2013到现在才多少 才十年 很多的这个辐射物质 基本上是要30年 60年半摔期才会到 你为什么不能再等个20年 凑个30年呢 但是你基于你个人的考虑 要扶持这个东电 搞种把戏 那大陆上停止你这个水产品出口 是刚好而已 那美军愿意去吃 我们给他鼓掌 我们看看他吃了 会有什么效果 其实美军这个是听了那个谁 美国驻日大使艾曼扭的建议 怎么做的 才买那个扇倍而已 不够看嘛 要把所有的水产买去 美国基本上不太吃海产 从此以后在日本训练一下 吃日本福岛海产回去 我们检验一下 经过10年以后 这美军是你健康如何 我们大家才放心嘛 美军愿意说身先士足 我们给他鼓掌 而且我觉得这样还不够 那个核污水排到海里面很可惜 听说是很干净的嘛 你美军就接到你的基地里面 一天24小时洗澡喝水 给大家看嘛 因为美国很疼爱日本这个小baby 你就示范给我们看 所以日本自己不敢试 你美国就坐一下 不要讲讲有的没有的 我是认为现在 中国大陆正在调整经济的结构 所以发行一兆元救市 就中国大陆整个经济规模 这一兆元不大 坦白讲真的是不大 经济学员说在大力救经济 我就很纳闷 大陆经济成长力五要救经济 那你经济学员的母国 英国经济成长是富的 要救什么 是叫什么 要装上压力的吧 所以我是觉得经济学员讲话 有时候会太夸张了一点 这个习近平主席正在做调整 什么这个金融工作会议 我是觉得 应该要最重要的不是 不只是说你设立什么金融工作会议 要提高人民银行的重要的决策地位 因为美国联邦准备银行的运作经验 是可以参考的 美国联邦准备银行 经常被称为美国的地下总统 那他几年来运作的 虽然有人批评他暴力升息等等 基本上从战后运作的 都算是有相当的水平 是不是考虑一下 提高人民银行的位阶 那么运用更强而有力的人民银行的人 不要每一次都把他当作终极关联来任用 那这样人民银行的地位不高 用的人不强 反而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麻烦 中方怎么可能解除禁令 你看俄罗斯也加进来了 韩国民众多愤怒 所以我觉得日本这样做 真的是对于周边的国家 很不公平不公道 而且不健康 事实上是一种很坏的行为 那美国政府自己不多 从日本进口水产品 而美国的这一位驻日本的大使 他却要求驻日的美军来吃这个扇贝 然后来吃日本的水产 不过我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钱谁出 那个钱其实是日本人出 因为在川普的时代 他在2021年跟日本政府谈判 他认为说你日本给美军的钱太少 后来最后就达成了一个协议 五年 2022年到2027年 2021年以后就换新约 只会加钱不会减少钱 然后那一次加钱加多少呢 加了一万亿日元 五年总计 所以每一年两千多亿日元 两千多亿 那也就是说 日本人要拿出两千多亿 每一年 一个月等于是将近快两百亿了 一百多亿日元 去养这些美国大兵 在日本的居地里面吃喝拉扎死 然后吃喝拉扎睡 还有包括娱乐 休闲的生活 还有就是他的薪水 全部都由日本来负担 所以他们在部队里面的伙食费 事实上也是日本政府负担 就是日本的政府付这个钱 然后再拿出那么一点点钱 现在买了一顿干贝 那个扇贝 可是问题就在于 美国的军队的吃饭午餐 并不是说 我给你什么 你就必须吃什么 他们是有选择性的 跟我们台湾的军队不一样 我在台湾部队当兵的时候 是食材一汤 给我什么吃 我就只能吃什么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你就只能这样吃 可是在欧美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在 法国的国防研究院 在那边进修的时候 我也参加过他们的国家 要战略演习 我也在北约吃过饭 是我们可以点菜的 选择性是比较多的 不像没有选择性好 那你想想看 那到时候不吃的话 就当厨余就喂猪 那你也把美国人喂猪 不要学民进党 东西卖不出去 就给我们国军吃 这不好 那你今天 民进党这样干 你今天美军也这样干 这是不要把军人当成二等人 或是当成那个动物